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整天呆在家不出门啊? 或者即便是出门也喜欢独来独往呢? 其中有高人回答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所有喜欢的东西都在家里 而我讨厌的绝大多数人和事都在外面 这个世界上但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 所讨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拐弯抹角地炫耀自己 添油加醋地点滴别人相互窥探地搬弄是非 所以出去干嘛呢? 一个人走着觉得不自然 一群人一起又觉得厌烦 独处多好啊 宅在家里随心所欲的很舒服 也不用面对很多不喜欢的人或者嘈杂的环境 不会被人情世故所裹挟 更不会被礼尚往来所绑架 不用去应付各种口是心非 虚情假意 更不用逼迫自己和两面三刀的人相互追捧 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性 降低对于别人的期待 免除对别人的精神寄托 可以少去许多失望和失落 说实话 要不是需要上班挣钱 我可以一年都不出门 很喜欢的一句话 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 无高峰必至 花香蝶自来 爱我者 我惜之 富我者 我弃之 圈子虽小 干净就好